图摄图网2016年全面放开二财 今年两会上,魏纪委改名委建委 9月10日,中国编制机构网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三个计划生育相关四倍撤销 同时新增了老林健康、四合人口健康与家庭发展司、保健局等新的机构 难怪由媒体惊呼,计划生育全面放开的时代已经到来 至此,生育权还选于年,自主生育还举差 最后一层窗户纸了 当我写到了养老金压力 养老金支出从2013年的1.8万亿元 一下子翻翻到2017年的3.8万亿元的时候 有读者留言 2013年退休的主要是1953年出生的 刚建国出生人口还不多 2018年退休的则是1958年出生的 这期间是一个人口高峰 诚如斯言 接下来退休的将是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口 政策制定者或可缓口气了 六十年一甲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这样吊轨 比起六十年前的历史 心情不免沉重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1959年 我国出生人口由1958年的1700万 周见到1300万 1961年更是新中国成立后 绝无仅有的1100万人 可凡是都有这样的解读 时至今日 1959年出生的男性刚好将于明年 也就是2019年退休 建国后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女性 甚至文革前人口迅速恢复期 的女工都已经退休了 女性干部已经不妨退休 对于捉襟肩肘的东三舍和西部地区的养老金体系 这无疑给了管理者稍适喘息的时机 涂涉涂网大流给社报体系 美好时光 也是疏忽即逝的 三年困难时期后生机恢复 新生而迎来了大跃进 1962年出生人口2100万 1963年2800万 历史上第二高度 这波持续到文革后期的婴儿潮 至今中国成立后三次婴儿潮中持续时间最长 出生人口最多的一次 人口出生攀上历史高峰 峰值得63年 67年和70年均突破了2700万 自三年困难时期结束的1962年 到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至1980年 中国约有次亿多婴儿出生 这笔巨大的人口财富 成为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 可很快 这笔红利的支付期即将到来 对于日益吃鸡的养老金体系 2022年对应的是1962年 出生男性的退休年 这意味着进入退休年龄的人口将迅速放大 比如今的一年就会多出500万 而现在每年新就业人口都是90后 乃至00后 他们一年中的同龄人 只有1600到1700万人 预养千多万的新增老年人口底 或者与其中约30%到40%的离退休人员人口底 这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突社图网上是即70年代 既受到计划生日的影响 也是温饱解决后生育率自然下降的结果 中国新生人口滑坡 全国70后人群比60后少了3000万 而70后的人口总数大约为2.15亿 80年代建国后第一代婴儿常负入育林 人口短暂反弹 80后的人口总数是2.28亿 此后人口呈现的是它方式的缩小 90后的人口总数是1.74亿 比80后少了0.5个亿 00后的人口总数仅有1.47亿 比80后少了将近一个亿了 中国1980年开始实行一台化的计划生育政策 除今80后最小年龄都有29岁 而妇女黄金生育年龄为20到29岁 这意味着当前生育主力人群基本上是双独或单独 实施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国策 历史久远而自我强化 自我巩固 我们似乎已经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机 推施退休年龄也因牵涉面广而拖延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421家庭将全面转化 为全民层面的421养老结构 给曾经几万千宠爱 于一身的独生子女 压上更多的养老负担 2014年 曾有学者预测 全面二还会导致每年出生人口 最高增加3000多万人 一度使决策部门对政策调整而忘了却步 可实际上 只是在全面二还政策 实施的第一年 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增加131万人 创出2000年以来新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 可到了第二年的2017年出生人口就减少了 律师者二还生育高峰训 刺过去了 图社图罗维基百科 对全球200亿个国家湖地区的统计显示 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香港 台湾和澳门 生育率均低于1.2 处于全球生育率的最末端 如果再考虑到60年前一场空前的灾难 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三年之后 一个人口老龄化和哨子化的人口结构将预发凸显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 长达几十年上半年 如法国用了115年 瑞士用了85年 英国用了80年 美国用了60年 而我国只用了20余年 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也是毕临买单 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 是负债者困窘 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 能在短短的三年间迅速成为历史 只能说明形势逼人 迅速调整人口政策 我们只有这最后一个灾难 带来的时间窗口了 陈丹青 一个清末的乡下人成为喜白石 靠什么 被积压四年人为宣判 越是黎明的案件和时能了结 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性气概 失落的时候 只想大口吃塌塌 不只是流行音乐之王 更是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在高山大和里读懂中国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如何克服完手机 网络购物 看剧摄影 文章版权规 三联生活之谈所有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 图一件下单 身为女孩